积极推动有机农业花莲县政府 特别向行政院农委会争取到了 111年度花莲县有机及友善农机具的补助计划 经费达到2145万9千元 经过县务会议通过也送县议会在审议当中 花莲县基内有机种植面积居全台之冠 约全国有机认证面积十分之一 且持续稳定成长当中 全国有机认证面积到2022年1月为止 已经达到11903公顷 其中花莲就于2873与其为全台之冠 绝具为关联产业创新创架的潜力 政府积极推广有机农业并且维护土地 维护永续发展 不使用化学农药除草剂以及化学肥料 提升农作物栽培管理效率 运用有机以及友善农机具 达到农业生产机械化 以及损失省工 降低成本 进而调节产期 以及增加有机农特产品负加的价值 而这次计划将辅导农民们 以及产销班购置所需要设备 94台冷藏库两座 中央与地方西所谓花莲农业发展努力 改善农机具硬体设备 花莲新政府会持续替农油争取经费 促进花莲地区有机农业持续成长 花莲新市农业大县积极推断有机农业 使花莲县长许正伟破坏的县府 机会城市有机花莲的实证愿景之一 现在许正伟率先服团队 汲取征习经费 并且获得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所核定 111年度 花莲县有机以及友善农机具补助的计划 总经费2年1454万9千元整 付经过财务会议通过 并且送到县议会进行审议当中 记得请问华小伯导